sagteez 沒有新意和玩法 但是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款 它比较在近代的 ambition 它比较了新的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Hunter Hunter 正式授權的手機遊戲 講得明正式授權它裡面當然有很多正式授權的遊戲才有的東西 譬如說它裡面是有日版原著的聲優去做這個配音 所以這個遊戲裡面大家玩的時候會聽到很多日本的語音 它全部都是用原著的聲優去做這個配音 因為基本遊戲玩法方面我們的內容其實是會跟著這個原著的故事 有很多原著裡面出現過的劇情是會出現的 但這件事我要利身了 這次是官方邀請我去試玩 而另外就是Hunter Hunter我是從來都沒有看過的 那為什麼會沒有看過呢?我也不知道這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Hunter Hunter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動漫 好了說回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裡面大家一開始的時候 就先要選擇自己去創造一個怎樣的角色 創造角色的時候有六個不同的念的能力去到比例去選擇 而每一個角色你升到上level十幾的時候就可以選擇去轉職 即是說有六種不同的選擇 之後每個選擇你可以轉職做兩種不同的職業 即是total是有十二種不同的玩法的 那你玩的時候你玩其中一個角色 可能玩到有些很想轉一下第二種 你可以開一個新角色來玩另外一種不同的 為什麼剛才我說這個遊戲是比較上有創新的玩法 因為這次Hunter Hunter這個手機遊戲 它是採取這個橫向卷軸的格鬥形式的戰鬥方法 這個玩法就像我們小時候在機店裡玩一些橫向卷軸的格鬥遊戲一樣 那這個是在手機遊戲上來說 不常見的一個遊戲玩法 應該是說 我好像印象中沒有怎樣見過其他另外一款手機遊戲是這樣的玩法的 那你在戰鬥的時候每個角色有很多不同的技能可以選擇 而那些技能你可以自由選擇去配搭 那所以就算是同一個角色同一個職業都好 你不同的技能不同的招數去配搭 是有不同的效果 而不同的技能去配合一起使用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年紀的組合可以出來 那剛才說到這個遊戲呢 它是100%還原回這個原著的劇情 雖然如果你有看過Hunter Hunter的漫畫或者動漫的話 你可能會對某些過場的動畫是非常熟悉的感覺 在遊戲角色方面呢 雖然我們操縱的遊戲角色呢 就是這個原創出來的我們自己的一個角色 但是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同伴的系統呢 你又可以選擇原著裡面出現的一些角色 比如說小剛啊基努亞之類的角色呢 去到跟你一起去到上陣去到打架的 那所以除了在育成自己的那個原創角色之外呢 那也都需要去到育成這些同伴的角色 這些原著漫畫裡面出現的角色 那在玩法上呢 就會更加多不同的變化 那我現在暫時我自己就玩到Level十幾 我還沒解鎖到這個即時的PVP戰鬥啦 沒錯 你沒聽錯 這個遊戲呢 它是提供這個即時的PVP戰鬥的 平時很多時候大家玩的一些手機遊戲 所謂的PVP啊 所謂的對戰呢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電腦在控制的角色 去跟你去到對打 而並不是真的那個玩家親身即時在控制著的嘛 但是在這個Hunter Hunter的遊戲裡面呢 它全部的PVP競技場的戰鬥呢 是實時自己和對方呢 都是實時自己去到操控著他們的對打的 PVP競技場呢 就是你去到這個24級之後呢 就會開放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畫面上面呢 那我跟一個不同伺服器的玩家呢 進行這個即時的對戰 那他高我4 那但是到最後呢 我是打贏了他的 那除了那個遊戲的玩法之外呢 那這個遊戲的畫質那方面呢 因為我自己玩的時候呢 我是調整到去到最高畫質的 那但是這個遊戲的畫風各方面呢 相信不會對於任何高中低端的手機型號呢 是會有太多的負擔 因為呢 如果萬一真的負擔不了的 那你可以將那個畫質調低它啦 那但是大家看到呢 我現在玩開到最高的畫質的時候呢 在這個手機或者在這個iPad上面玩呢 它出來的畫質和畫風呢 我是覺得不錯的 這個遊戲呢 我相信呢 如果是Hunter Hunter的粉絲的話呢 絕對就會非常開心啦 因為有一隻官方正版授權的手機遊戲 本身已經是一件很興奮的事 再加上它的遊戲狼和玩法呢 是在手機遊戲上來講 真的是一個換言一聲的玩法 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就算好像我這些呢 從來沒有看過Hunter Hunter的人呢 我玩完的遊戲之後呢 我都會想開始去看他的動漫 所以這個呢 整體上來講呢 我覺得是一隻非常高分的遊戲來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下載來試玩一下吧 不可以嗎 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先到此為止 這個官方邀請的遊戲的試玩介紹呢 相信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畫面 可以自己評價一下這個遊戲 究竟是怎樣 不過最好當然就是現在 立刻就去下載 之後你玩過你就知道 究竟好不好玩 不然那麼多 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先到此為止 我們下個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我有夢見啦 掰掰 我們下一個字幕下載 我們下一個字幕下載